念佛的菩提心 念法的空性智慧 念身的大悲心 这叫念佛 念法 念身 这叫大乘的修行 大乘是对所有的 所以永远永远吃一碗饭 像各位现在每天吃饭 你虽然现在不见得你是吃素 但是至少白饭是素的 对不对 或稀饭 来 要怎么念 给我念一下 再来 供养三宝 最好一个一个念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圣 再来 供养护法神 你家里有土地公啊 地基主啊 造公啊 这个都是护法神 再来 供养六道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那你念完以后 就拿几颗米拿去外面 或放在桌子旁边啊 等下出去的时候拿出去啊 不死 所以那你吃个饭就是供养三宝了 护法神呢 六道众生呢 父母祖先冤亲在主 上供下世都圆满了 那为什么要吃饭 希望所做都能够圆满佛法的修行 所以达到了对自己有帮助 供养了诸佛 更对众生有帮助 这个就是大乘的修行 所以穿衣服也一样 穿衣服当愿佛身庄严 对不对 当愿众生有衣服穿 当愿自己如着忍入一样 然后你要加入一个思想 在佛教里面是用动机 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动机 那并不是说 哎呀师父你念经我不会念 师父你修仪轨我不会修 修仪轨不代表他修行 修行是你的心态 对待人事物的方法 如果修仪轨才叫修行 那不会讲话就不能修了 不是佛法是在内心完成的 但是修仪轨是个助缘 这样可以讲 就像出家 出家一定有修行吗 不一定 他有人出家不想修行 但出家是个助缘 如果你要修行 这个助缘很好 但不见得代表出家是修行 因为修行是在内心里面完成 同心而表代你的动作 行为如何对待众生 所以当然讲 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像是 财富健康与慈悲 当然财富跟健康是世间的福报 那慈悲是达成佛法的重点 那是用慈悲心来经营财富太好了 用慈悲心有个健康的身体 来做慈悲心 那更重要 所以我们都希望 如感千神伯切这种老和尚成就者 能够长久助使 对不对 对众生帮助就很大 因为现在的人 这个和尚老是宝 所以我很多师兄弟 我有很多徒弟 这个半路还属了多的是 一个人出家能够撑很久了很难 但是特别是这些 趁边再来的菩萨 那么不断地在这个世间 在利益重生 这是很大的福报 所以用慈悲心也变成要健康有钱 就像我来资贡宝法林 资贡宝法林这个道场福报大不大 各位要多用一点 多使用 增加它的使用率 要多办一点活动 老人关怀 儿童故事 妈妈故事班 抄经 念地上经 什么都可以 修仪轨 要让它能够多多的使用 所以我故意在外面 各位白天看 外面有没有一种观音菩萨 慈悲 这故意我送来的 这是代表说 这个慈悲才是佛法 你经过就拜一拜 我每次看到观音菩萨 我就一直祈求 因为这个世间太苦 像我现在出家 每个人找我都 师父那边痛 那边痛 那边癌症 没有一个讲 师父我发财很少的 所以都是痛苦 痛苦就要求观音菩萨 念观音得草度 好 讲一下我最近常讲的 很好的故事 因果的故事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故事叫什么呢 叫一角三十版半饼共三年 你等一下你就会背了 在明朝有一个迎庆寺 然后那天刚好中秋节 那很多信徒送月饼来 那当天晚上老和尚就把这个月饼 分给几个小和尚 一人一个 其中一个小和尚 哎哟 等了一年哦 终于有一次好吃的月饼 骨头穷嘛 所以他还没有到他的疗法 就先开一半了 就想要吃了 结果一打开 旁边的小狗一闻到味道 马上冲过来 我要吃他的月饼 这个小沙咪 我难得吃一次 你要吃就踢他一脚 小狗干干干走了 他是饿还是饿 还是跑过来 当小和尚要吃的时候 哎呀 他也要吃我也要吃啊 结果我还踢他一腿 哎呀我还真不慈悲 还有愧疚感 就把这半个月饼 就给那小狗吃了 结果给小狗吃 哎呦 他自己心里更快了 那事情就过了 那这个事情过了将近 将近几十年 将近几十年 应该四五十年 那小和尚也老了 他变成大殿里面的 香灯老师傅 就负责香灯 整理这些佛千拜拜的 那有一次 他们县上的县长 就叫知府 来参观 这个知府有善根 喜欢拜佛 就大队人马一来 住持啊 所有法师都在门口接引啊 因为这个县 县长是最大的 结果一进到大殿 一般进到大殿 香灯师一定会赶快 拿香给这个县长 对不对 因为他走到哪里都一样 结果奇怪 这个知府一进来 住持大家都进到大殿 竟然没有看到香灯老法师 结果知府说 那个那个住持啊 奇怪奇怪 老法师呢 老法师呢 不见了 不见了 知府就很生气 这样子的懈怠 结果老和尚才跑出来 跑出来准备拿香 这个县长很深 抓出去打三十板 结果香灯师被抓去 打了三十板 结果呢 这个事情过了 知府回家以后 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虔诚的太太 他太太佛教徒 哎呀老相公 你怎么可以打老和尚呢 你打出家人要下地狱的 哪里知道我 我现场进去 他就可以懈怠 不行啊 你赶快去忏悔 你不忏悔 你会下地狱的 结果这个知府想一想 不对 好吧 他就过两天 就跑去找住持和尚 说住持 我那一天冲动 不好意思 下了命令 打了老和尚里面 香灯师三十板 我知道错了 我来这里面 盖一个大金色 给老 那个老和尚住好不好 那我来忏悔 那住持当然很高兴 那这个香灯师 住进去以后 那个老住持就找到 你看你福报很大呢 知府就盖一个房子 他说我不敢住 万一又被打 他说你 你不知道一件事情 那个住持有神通 我说我告诉你好不好 就把这个告诉他 你小时候啊 老老和尚给你月饼 我们大家都有啊 结果呢 你踢了那只狗一腿啊 结果那只狗你后来又给他吃摇尾巴 所以就种下上根 你知道县长是谁吗 那只狗来偷呆的 这个叫一腿三十板 但是因为你供养他半个月饼 所以他才会这么高兴摇尾巴 对你摇尾巴 这个叫龟生 永不剁畜生 他就可以脱离了 所以因为这样 你看他现在供养你一个房子 你看住三年啊 为什么叫住三年 因为他三年以后就会舍保了 最后呢 他能够住到一个好地方 所以各位从这个故事 因果百分之一百 你不要听我讲完就算了 回去赶快讲给你儿子听 用英文 背下来 一脚三十板 半饼共三年 所以会让我们深信一骨 所以任何一个动物啊 你看到他给他念阿弥陀佛 他都有可能脱离三额道 所以为什么 就像我走到哪里 因为撒米啊 面包啊 当然我知道有时候会被批评 但是 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 就脱离畜生道了 对不对 这个叫念一下 吃极解脱 因为你给他念佛在上面 如果你不会念太多咒 你就念这三个 念一下 恩阿弥 对 诸佛 菩萨身口意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 叫恩阿弥 每一尊佛像后面都写这三个字 念一下恩阿弥 开光就是念这三个字 佛的身口意叫恩阿弥 融入在这个佛像里面 所以你把这个食物念个恩阿弥 这个水念个恩阿弥 就诸佛菩萨 这身口意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 而且也把你自己所修的功德 恩阿弥也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 然后呢 他们就可以吃极解脱了 所以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我在这边 我很希望各位多多多多的帮助 因为我发觉 在路边有很多可怜的老人 所以我希望各位明天来参加法卫 买那个饼干 买多一点好不好 买多一点 一半供养诸佛 一半下施 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送给 那天我听这边有个馒头基金会 或是送慈悲便当的 或是你把这些包装得很好的 送给那些游民 他很谢谢你的 目的是让他吃极解脱 你要用各种方法 所以跟他结缘 那是送给他很好的矿泉水 又给他很好的面包 所以我们在这边 也故意在办一个慈悲协会 就是都一直在做便当 明天那位帮我们负责送便当的 基督教的王牧师 他也是华人 他也会来 我们就请求他帮我们送 我们在纽约也做得不错 在纽约有一个华人帮我们 那个做便当要六七块八块 他收我们三块钱一个 我还怕他倒电 但他说师父我喜欢 早上他就四点就起来坐 因为他八点是正常班 那四点到八点他自己做给我们 他说他不能出钱 他做着打便当 热忱忱的送给当地的一些游民 跟他们结缘 所以因为这个吃东西是 最好跟他们结缘最快的方法 对轨道做严供 做私事 这两天我们在这边 已经做了四天不间断了 那各位来可能没闻到 因为我们今天做小一点 免得隔壁抗议 前两天下大雨做很大 所以他是不间断 为什么要不间断 慈悲不间断 所以等一下我也会 简单的带各位做做烟供 那因为我住在这几天 这边道场很慈悲 每天早上八点 他们都修一个烟供仪轨 很好听 很好念 那个里面内容圆满 那我现在要带各位念 很简单 你要用香也可以 用烟供粉也可以 那当然这个烟供粉点燃以后 你后面再加饼干 更香 如果它烧透了 加一块饼干的味道就出来 加椰子饼干就椰子味 里面这边椰粉一包才一块美金 好香 所以加巧克力饼干就巧克力的味道 那除了加这个以外 我们还会加药 这个是止痛止血药 这个不是药 所以众生需要食物 众生需要药 然后呢 还有这种 我们华人喜欢用 这是整支的烟供香 这是干露跟药放在里面 以后我们会寄过来 免费提供 好不好 你帮我点了 我还谢谢你 因为一人家里点一支 那就不得了了 早晚点一支 两个多钟头 那你可以念一部地上 先给他食物 药物 再给他念阿弥陀经 地上经 修仪轨 多慈悲啊 多快乐 所以我两种方法都视线一下 所以各位就跟我念 来 念一下 让一样看 往阿互 以此焉供 供养三宝 供养护法神